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一个表现群里 她的群里说话挺频繁的 那我就夹了她了 结果她同意了 对 就这么着 我俩就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网友 群里面那么多人 干嘛你偏偏夹她呢 因为我夹过别人 别人没同意 你怎么就会通过她呢 因为那时候我 就是刚完网络不久嘛 然后就好多人夹我 就特别稀奇了 然后就夹她了 两个陌生人一开始有啥好聊的 本身我是做电脑维修的 她呢在家里用电脑 做那个叫网页的推广 正常用电脑 对 所以呢 我把那个联系方式给她了 我说 如果你电脑出现问题的话 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给解决一下 哎呀 掌握一门技巧是多么的重要啊 然后呢 我的键盘坏了 键盘坏了 只换 哪有修的呀 因为那时候我刚买新电脑嘛 不会嘛 正好她给我留电话号码了 我就给她打个电话 就是你们俩之间还没见过面 没有 那视频啊 也有过 有过 那天吧 把手头活全干完了 闲着无聊啊 然后我找完那条条 我没打字 我就直接给她发了个视频 结果呢 她接了 就在电脑那个视频 接通的那个一上呢 我就看到那个画面 里边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你那边呢 我那边 你肯定视频摄像头是坏的或者关了 对 是的 男人都干这个 对 是的 当时她没看到她本人 对吧 你广然之间感觉上当了 对 我说这人怎么这样子呀 她光看我不让我看她 你是关了还是坏了呢 说实话是关了 你为什么要关 我怕她看见我丑 过来一会儿 我还是把我那照片发给她的 从那开始 说实话 我自己心里啊 起了那么一点费心 但是你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她的身体情况 什么时候开始坦白 自己的身体情况 在聊天过程中啊 她跟我说过 对 跟我说过 但是呢 后来我才知道啊 她告诉我那个名字 还不是真的 对 为什么要取个假名 我觉得网络是虚拟的 就没有真实的 然后随便说了个名字 告诉她 就说叫这个名 防着呢 对 你是什么情况 我是劫碳 08年下雪的时候 就是一次意外 高空坠落 导致劫碳 我看你的腿 好像肌肉没有猥琐 是的 就是我小腿比较厉害点 这个腿 这个腿比较厉害点 这个腿就没有 因为她伤的程度不一样了 也就是我 这个腿比较高